主席先生 各位同事 人类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 安全失序 发展失衡 治理失败 日益突出 热点冲突 大国对抗 地缘矛盾此起彼伏 人们对这个星球的未来更为忧虑 同时我们又正在迎来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 多极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全球南方国家对现代化的渴望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 我们迈向现代化的脚步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坚定 联合国承载了各个人民对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 见证了国际社会团结合作 追求进步的光辉历程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 联合国的作用只能加强 不能削弱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的呼吁是 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锚定人类进步方向 做出正确历史选择 中国的主张是 坚持和平共处 打造持久稳定的安全格局 坚持开放包容 打造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 坚持合而不同 打造交流互建的文明格局 坚持公道正义 打造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 今天的世界 各国安危修其与共 面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和风险 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独享安全 各国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 尊重彼此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重视对方的合理安全关切 通过对话协商 化解矛盾分歧 积极探索大国和平共处之道 推动构建 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今天的世界 各国发展深度交融 如果富国岳父 平国横平 生而平等 就会成为空话 公平正义更将遥不可及 实现现代化 是各国人民的正当权力 不是哪个国家 独有的专利 我们要致力于推进 世界现代化 确保 确保现代化道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 一国都不能掉队 要倡导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旗帜鲜明反对 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助力发展中国家 跨越发展鸿沟 保持全球经济增长活力 今天的世界 各种文明互有所长 习近平主席指出 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 只有特色地域之别 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 以文明交流 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建 超越文明冲突 倡导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 不搞价值观外交 反对意识形态对抗 以平等之心 彼此尊重 以包容之心 相互成就 今天的世界 各国主权 一律平等 一大批全球南方国家 着然壮大 一两个大国 说了算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要倡导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坚持国家不分大小 都在多极体系中 有自身的位置和作用 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要秉持共商 共建 共享原则 推动全球治理 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的方向发展 主席先生 和平是当今世界最宝贵的财富 有人问 有没有通往和平的道路 实际上和平本身就是道路 没有和平 发展难以为继 没有和平 合作无从谈起 为了和平 哪怕仍有一些希望 就不应亲眼放弃 哪怕还有一点可能 就要付出百倍努力 乌克兰危机 还难以走向结束 党务之急 是坚持战场不外溢 战事不升级 各方不拱火 推动局势 尽快降温 中国正在做的 是发挥建设性作用 穿梭斡旋 劝和促谈 而不是火上浇油 趁机余力 本届联大期间 中国 巴西等全球南方国家 共同成立和平之友小组 目的就是 秉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为政治解决危机 汇聚共识 为实现和平的前景 贡献力量 巴勒斯坦问题 是人类良知的最大创伤 加沙冲突 仍在延宕 平民伤亡 与日俱增 黎巴嫩战火又起 强权不能代表正义 巴勒斯坦 独立建国的夙愿 不能再被回避 巴勒斯坦人民 遭受的历史不公 不能再被无视 全面停火 刻不容缓 两国方案是根本出路 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恢复民族合法权力的正义事业 坚定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中方近期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取得突破 我们将继续和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 为全面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实现中东长治久安 做出努力 阿富汗问题攸关地区和平安全 要帮助阿富汗 稳健施政 有效打恐 改善民生 重振经济 为阿富汗人民开创一个美好的未来 朝鲜半岛不能再生战端 要持之以恒推动局势降温 坚持对话协商 解决问题 实现停河机制转换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中国深知亚洲地区需要的是稳定发展 反对的是分裂冲突 亚洲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源头 和全球增长的关键引擎 有智慧 也有能力 通过地区合作 稳定局势 通过对话协商 妥助分歧 我们坚决反对 预外国家 把黑手伸向这一地区 坚决抵制任何势力 在此 兴风作浪 挑动对抗 哲习先生 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挑战 中国从来没有袖手旁观 而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参与全球治理 近年来 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难题 贡献了中国智慧 为完善全球治理 注入了中国力量 面对全球发展的失衡滞后 中国主张把发展问题 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位置 聚焦落实 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 加大发展资源投入 帮助发展中国家 更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不久前召开的中非合作令团 北京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提出 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的 十大伙伴行动 宣布给予包括非洲在内 40多个最不发达国家 100%税务产品 零关税待遇 成为实施这一重大举措的 首个发展中大国 和主要经济体 面对制裁封锁的单边霸凌 中国坚定支持各国 捍卫自身正当权力 维护国际体系的公平开放 提升全球发展的普惠协计 共同反对技术封锁 共同抵制脱钩断裂 制裁施压带不来 垄断优势 打压围堵解不开自身困境 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力 不可剥夺 在此 我们再次敦促美国 全面取消对古巴的封锁制裁 和涉恐为民 面对生态挑战的不断加剧 中国坚定不宜走绿色低碳 可持续发展道路 我们将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 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做出积极努力 要秉持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真正落实巴列协定 发达国家应当帮助发展中国家 提升应对能力 不能一边大谈应对气候变化 一边无端打压别国绿色产业 拖累全球绿色转型的步伐 面对人工智能的方性为爱 中国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 发展与安全并重 探索建立普遍认同的国际规则和标准 中国支持联合国 发挥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主渠道作用 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国际合作 我们已经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 愿意为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 公平普惠发展 做出更多贡献 面对维护人权的时代课题 中国主张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 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都不能打着人权的幌子 肆意干涉别国的内政 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我们愿意继续同各国 以及联合国人权机构平等对话交流 共同推动全球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主席先生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既是历史 也是现实 开洛学研 普洛斯坦公告 明确规定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 包括台湾 澎湖列岛 归还中国 这构成了二战之后 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53年前 就是在这座 神圣 庄严的大厅 第26届联合国大会 以压倒性多数 通过第2758号决议 决定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 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并立即把台湾对其的代表 从联合国及其所辱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这一决议彻底解决了 包括台湾在内 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明确不存在两个中国 不存在一中一台 在这一原则问题上 没有灰色地带 没有模糊的空间 中国必将实现完全统一 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 这是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 主席先生 再过几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迎来75周年华旦 75年来 国际形势风云变换 中国的选择始终未变 那就是集中精力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 同时也为人类谋进步 为世界谋大同 中国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 始终胸怀天下 不断以自身的新发展 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前不久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 做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决定 开启了中国携手世界 共同发展进步的新的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 将有力促进世界和平稳定 中华文明崇尚和平理念 中华民族没有扩张传统 近代中国曾饱受 列强击凌 甚至和平弥足珍贵 发展来之不易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将和平发展 写入宪法的大国 是五合国当中唯一承诺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 我们继续探索并践行 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 为破解安全困境 完善安全治理提供助力 为消弭冲突建设和平 铺路架桥 中国每发展一步 和平力量就壮大一分 中国式现代化将有力促进 各国共同发展 中国不追求独善其身 我们愿同各国携手同行 通过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 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营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中国已同多个国家 全面互免签证 扩大单方面免签 不断便利中外人员往来 中国大力推动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以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国加快落实支持全球南方合作 八项举措 以及支持非洲和平发展的 一系列重要倡议 助推全球南方国家 在现代化道路上 阔步前行 中国式现代化将有力促进 完善全球治理 中国始终支持联合国不断改革发展 打造联合国2.0 国际金融体系需要与时俱进 全球治理应当更加均衡有效 中国将继续履行自身国际义务 对联合国提供财政支持 向联合国输送优秀人才 联合国系统应当呼应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诉求 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中国式现代化将有力促进 人类文明进步 中国式现代化 继扎根于中国大地 也借鉴了各国文明成果 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为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的选择 中国主张不同文明相互尊重 相互借鉴 共同推进人类文明事业 中国推动设立了文明对话国际日 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推动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主席先生 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 中国愿意同各国一道 重温联合国出席使命 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坚定承诺 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推动构建人类命共同体 携手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谢谢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换一张 家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